想喝柳橙汁該怎麼辦 這邊有在賣最新鮮的柳橙汁 要3塊的新幣 3塊新幣等於你知道多少錢嗎 快70塊錢 他能接受10塊嗎 2 and 5 那我就10塊夠 你是北溪喔 我哪知道 我看我有沒有 那我等一下給你好了 直接進去啊 好 會不會出來變睡子 所以這個叫睡子雞喔 有了有了有了 吃錢了有吃錢了 然後呢 然後錢 現在炸 謝謝乾爹 謝謝乾爹 不對啊 本來就是要去那邊啊 好像也沒差喔 哇賽 他真的在裡面炸了耶 滾下去了 所以他會滿滿的一杯吧 還是說他就算說 幾顆 對給你6顆 然後還炸不滿 大概就一半的量之類的 有有有 他在噴了 他在噴了 他真的在噴耶 貼著 他真的 我覺得他可能真的炸不滿 還是說 他應該是有到 有到一定的量吧 這裡還有 他有講說他的量 欸 沒有啊 燒進去了 他要瘋子 好了嗎 他說炸汁完成 哇 好酷喔 好 他們會咬人汁 哈哈 一杯新鮮的柳橙汁 就這樣買完成了 而且他好冰喔 他是 六七度 新鮮耶 那個 吸管咧 一杯新鮮的柳橙汁沒有吸管 他給我掉地板 就跟柳橙汁一模一樣的啊 廢話齁 有看到什麼心情的在跟你們講 OK 我們現在要示範 新加坡式的開卡包法 那我們要先從這示範 等一下你們要先講卡包哪裡來的啊 喔 對 人要飲水思緣啊 sorry 重新重新 好 我是雪兔 我們今天呢 要來跟新加坡人 學習如何開包 但是我們的卡包呢 先講一下他由來 這個卡包呢 是由這位粉絲 親自過來送給我們小禮物 送給老爹送給我 然後我的禮物 竟然還有包括幫你跟綠茶 天啊他真的是 對而且他有寫卡片 天啊 太感謝了 我們回去再來去拍他的內容物 現在我們可以先開的是卡包 好 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新加坡式的開卡包法 相信大家如果看雪兔的影片 就會看到了 新加坡式開卡包很特別 那我們要先從這示範裡面走出 一張白色 後面的白卡 對 來 如果都綠了就尷尬了 就尷尬了 好啦 我沒辦法示範 對不起 我沒辦法示範 我也是綠的 你們也是綠的 那沒關係嘛 你們綠就是打打看嘛 你們怎麼這樣 欸 打看來 灰塵 灰塵 灰塵也是還蠻不錯的 好啦 希望這兩包又拍 好啦 希望這兩包又拍 我帶一包也時間喝 那我這個應該會有爹爹喔 好 來喔 那我這個會有全塗珠啦 拜託 白色 不要跑 我不行 我不行示範 欸 剛剛我也是拍的 好啦 沒關係 我們學一下好了 首先呢 他們會把 序號卡拿起來 打力的拍下去 1 2 3 啊 不是 這邊啊 對 然後去看那個邊是什麼東西 欸 這邊可能是什麼 欸 這邊可能是什麼 然後 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就再來一次 然後去猜那個邊是什麼東西 欸 這個 欸 欸 欸 喔 因為他們是這樣子看的喔 對 他們會去猜那個邊是什麼東西 喔 可惜我們都不是白色 非洲跟歐洲的差別就在這裡了 對 大家看清楚了 對 我們不只比賽運不好 對 我們不只比賽運不好 開卡包運都比新加坡人不差 我們台灣的神照顧不到國外啦 對啊 我們還是回台灣吧 OK OK 酷 好啦 就到這裡了 各位 掰掰 掰掰 廢片 每日一廢 收集也來煮 fas 你三個兒 可以來她吧